嘿,我又回来了 今天来聊一下Macari电商 好久没有聊这个了 就是现在国内好多人在做这个 然后他们都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Macari的电商啊 很难收到钱 因为你不是美国本土卖家 首先你要考虑到这一点 很多国内那些搞电商培训教育的 他们就是拉你入坑 入完坑之后 结果很多人看到账面上的钱 好多了,现在好开心啊 没错,是很开心 但是你们拿不到钱 钱收到账号必死 比如说你卖假货,卖高仿 像普甸卖家那样子,那么稍操作 但是有一些人是和 就是不是那种非法卖家 他是正常卖家 但是也是卖一些什么日用品啊 什么装饰品啊,衣服啊,鞋帽子类的 就是说合法的,不清权的这些东西 但是就是拿不到钱 那这些国内的那些培训的 真是太坏了 那么很多卖家比如说做个三五千了 一万了 甚至有的做了一万这样子的 然后账号被分了 然后私信来加我 然后说怎么拿钱 拜托 我不是中国卖家 我是美国本土卖家 我是美国公民 然后呢 我是开美国账号 没有这么多问题 只要ID 就是你的身份证 或者护照 然后实密认证的 实密认证的那个 电话卡一张 或者普通的电话卡 当然是实体卡一张 你就能正常收钱 正常取款 美国境内 美国境内非常快 就是你今天正卖出去一单 你客人只要一评论 你就能拿到钱 没错 是这样子 然后我去年啊 就是疫情 应该是前年 2020年 我的店铺 总营业额是三万八千多美金 就是纯收入是三万八千美金 只是兼职在做 我我只是兼职作为这个 然后 呃 期间呢 也有卖一些普天货 但是当卖的不多 被警告了一两次 有被分了一次 呃 都解分了 然后后来今年呢 又清全了 然后我现在彻底店铺被分了 当时钱都拿了回来 店铺分 钱它不能动你啊 因为钱是你的 所以说平台它没有 它没有这么大的权限 尤其是在美国 这是会被告的 钱是你的 管你做什么生意 管你卖什么 你只不过卖了违禁的东西 但是呢 这钱是属于你的 你可以拿回来 那 我们不会发 就是 直接 巧名的说 外国卖家 除非 你能拿到 美国的账号 美国的 银行卡 然后呢 有人把你收款 当然了 这是跟你认识的人 那你不认识的人呢 怎么操作 我这么教大家 比较干货的 就是你买了东西 你账号在很没 很没被分的时候 你赶紧把账号上的钱 花掉 怎么花呢 你可以到我账号上 来加我 你到我账号上 我做一件虚拟的 虚拟的那个listing 我虚拟商品 然后你在我上面买东西 然后呢 你的钱就到我这边了 然后我再把钱 打回国内给你 这也是一种办法 这是办法之一 还有一个第二个办法呢 就 除非你跟我 大家都互相能信得过 你直接把钱 就是说我给你一张银行卡 你直接把钱 打到这个卡里面 然后呢 我查局你百分之 多少的服务费 咱们私下聊 这样子你也可以拿到钱 不然呢 你的钱就这样子 白白的给美国佬 全部拿走了 全部 我告诉你 是全部 你拿不回来的 所以说 他在趁你账号还没被分掉之前 你真的 不想干了 或者是继续想干 但是你又觉得有有利润 互相信任过 大家都信任过 那你可以来 你来找我 你 甚至我给你两种方案 一 你怕我把钱都拿走了 那你就不要找我了 我也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也不想浪费你的时间 也不想浪费我的时间 我也没时间 因为我开卡车 所以呢 我是建议各位 就是赶紧 就是想个办法 你自己二选一 一 直接把电银行卡 把钱拿出来 哎 这个是最好的 二 就是 你联系我 你到我店铺上买东西 买一件东西 反正平台会 会收取多少的服务费 当然了 他会收取百分之二十的 那个平台服务费 但是你至少你的钱 可以拿回来呀 然后呢 你买了东西之后 钱是不是到我的账号上了 我又把账号的钱取出来 然后再给你 也是一个办法之一 那最好的办法呢 我给你一张一行卡账号 你直接把卡号打进去 这个钱就出来了 而且我又不会跑 我拿你这个钱也没有用 我年底还要给你报税 我自己也要报税 当然了 如果就是说 我只是想去帮助人家一下 也不想说 我可以挣你这笔钱 我只是想帮助你一下 怎么把钱拿出来 就是这样子 就这两种方法 还有什么黑科技方法呢 什么国内找那种服务商 黑科技 有个屁用啊 那个真的是把钱拿了就跑了 连人都看不到 你至少还能看到我 你至少还能看到我 知道我的意思了吧 国外卖家 要嘛 你就在美国 有亲戚 有朋友 跟你玩的好了 你借他的银行卡 把钱打进去 年底的时候 他报税 你把他的税给 给缴了 或者把他这笔钱 多少税 给缴了 因为超过一定数额 那就属于高收入了 美国就是这样子 超过五万三万 还家里没小孩 完蛋了 单身税要交很多的 所以说你要谅解 国内卖家要谅解一下对方 要谅解一下美国的这些 收 帮你收钱的人 有人 有人能帮你收钱 你就偷着乐吧 就是这句话 嗯 有什么不懂的 呃平台弹幕下面留言 我还可以一一给大家解释 啊 先这样子 拜拜